我d b 我d b GANGNAM STAR GANGNAM STAR Yo 大家好 又回到今天说什么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发烧 你看这个发烧有 老老 不是这种发烧啦 有毒剩盘没有哦 放心啊放心 哎呀什么时候来到 今天我们的topic就是发烧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才是真正的发烧 那么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发烧吗 烧 烧 烧 对烧 那么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发烧吗 那个是因为我们的头脑的下面 有一个地方叫做下丘脑 英文名叫做 这个东西就是帮我们调节体温 充当身体的恒温器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身体就会做出抵抗 白细胞就会分裂出细胞因子 来攻击这些病毒还有细菌 当这些细胞因子 攻击这些病毒还有细菌的时候 它们就会产生热源 这些热源就会导致我们的下丘脑 好像受到刺激一样 好像打兴奋剂 把我们的身体的体温提升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发烧的时候 我们身体是热的原因 相对来讲 儿童的免疫系统会比较低 它们比较容易受到这些病毒 还有细菌的感染 这个也是为什么它们会经常发烧 发烧的那个程度也会相对来讲 比较严重 那么发烧 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可以告诉你 发烧其实是一个好事来的 我修毒血 你不怕 其实发烧就代表我们的细胞因子 正正努力地跟这些病毒 还有继续在对抗着 而且发烧可以帮助这些细胞因子 有效地对抗这些病毒 减少传染病 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迅速康复 总之发烧就是疾病的结果 而不是疾病的原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